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要跟大家来谈的是 今天是什么节 端午节 吃点节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 有关于端午节你要怎么样吃可以比较健康跟养生 我先问你 有人说营养师很讨厌 中秋节就出来说吃月饼不好 过年就说大吃大喝会胖 然后端午节的时候又说吃粽子也会肥 然后每到这种重要的三节的时候你们就会出来说 我告诉你一颗粽子的热量有多少 就会非常讨厌你知道吗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个人也很常说粽子的热量 但基本上我也是会大口大口吃粽子的 所以你也是爱吃粽子的人 没错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准备 请大家可以上youtube搜寻 搜寻酒吧新闻台 就可以看得到迷洋客现场直播了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准备了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南部粽 我自己很爱的 我要先把它这个扒开 我刚已经蒸很久了 应该真的够熟了 现在整个这个录音室里面 都是我们香喷喷粽子的味道 对 你知道吗 这个粽子里面 我最爱了 你们闻到那个炒虾米的味道 有 对 然后呢还有这个非常好吃的栗子 对不对 然后还有那个烟肉 咸肉 然后拜托一定要有加花生 好花生 我吃过有一些粽子里面是完全没有 没有花生 有些外省粽里面没有花生 或是它那个潮州粽 里面只有一块肉 我只有一块肉 我不好意思说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本省人的关系 我觉得吃炒州粽子 让我有点嘻嘻 我还不懂它的美好 我就觉得说 一整块里面 为什么连花生都没有这一块肉 但是那块肉很好吃 对 超胖 超肥 超油 对 而且它长得是长条形的 它长得不是三角形的 好 那除了有肉之外 我刚刚有说过了 通常里面还会有这个炒虾米 还有什么呢 当然就是 好好吃 蛋黄 鲜蛋黄 好 另外呢我觉得也不能够错过的精华就是 香菇 香菇 好 但这样的一颗标准的 这是南部种吧 对 南部种 一颗粽子如果是南部种的话 通常我们刚才看到这样子的分量 是 大概是500大卡左右 对 500大卡 那其实呢 如果我们平常去吃一个排骨便当啊 叫排骨便当 其实也要750大卡欸 所以其实我们吃粽子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可以一次就是吃一颗粽子 刚才那谁一次不是吃一颗 我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吃两颗粽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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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吃一颗粽子好像 其实呢 如果我们可以一次只吃一颗粽子 其实它的热量其实并不会比我们吃便当来的更多 但说实话 吃便当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吃到比较多种不一样的食物 可以吃到至少三种配菜啊 然后一块排骨 然后再吃到饭这样子 有吃到饭有的 还有甚至给你一半颗卤蛋 或是什么之类的 是 虽然它的食物多元性相对的比较多 那粽子的话 热量可能没有到一整个便当这么多 嗯 但是呢 它其实有质量 通常甚至比便当还要来的爆表 有质量 没错 你现在意思是说 热量跟有质量 两个要分开看的意思 是要分开看的 嗯 OK好 呃 但是这样的粽子在 半午节的时候 吃真的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没错 所以几个吃粽子的 呃 命绝或者是小屁股 或者是重点 请你来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 所以刚刚你讲说 其实一颗粽子的热量 差不多等于一个排骨便当 所以一颗粽子 如果是我刚刚所介绍的 这种南部粽 里面又有香菇啊 咸肉啊 花生啊 栗子啊 咸蛋的话 这样子大概是500大卡 嗯 我讲的还没有加甜辣酱啊 没错真的 好好的 甜辣酱热量应该会更高 对不对 甜辣酱大概两个汤匙啊 是30到50大卡不等 嗯 但是就是 其实它就是完全是额外加上去的热量 而且全部都是糖分 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存在了 所以相对蛮可惜的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减少一些热量的摄取的话 你可以试着减少掉酱料对不对 因为酱料里面它其实就是只有糖而已 对 照你刚刚这样讲 嗯 可是不行欸 那甜辣酱 一定要加 甜辣酱上粽子就很像是草莓要加烈油 哈哈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啊 没错 所以我们其实平常吃粽子的时候呢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必须要吃粽子 当然就是一定要控制份量 所以我刚才说只能吃一颗粽子 就是一定的 是 最后呢就是其实南部粽因为做法的关系 它通常呢是这个米是生米 然后直接包起来喝下去蒸 所以相对的油脂量又比北部粽来的再好一点 北部粽呢通常他们是会先把饭煮熟 然后炒过 所有的配料都炒好炒在一起 那要变油饭一样的的时候我再来包 哦 了解 所以它在吸油的过程呢 北部粽又更更厉害了一些 所以北部粽比南部粽还要来的油 没错 如果这样一颗大小是北部粽的话 可能可以到将近六百五到七百大卡 哇 所以可能就会多了差不多两三份的油脂 OK 这是给你一个参考的选择啦 不是叫你一定要吃南部粽 因为每个人成长的味道不一样 因为我是台南人 所以我的家乡味道就是南部粽 那可能有人是外省人 他的家乡味道就是潮州粽 对 我们刚刚不是说潮州粽不好喔 其实我很会 其实我非常喜欢吃潮州粽 就是我很喜欢它很单纯 然后我喜欢它的米就是捏捏软这样 就是完全融化 对 米粒的感觉 对对对 Amy你好懂吃啊米丸 所以马上点到重点了 但是呢其实这样的粽子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很在意 不好意思我先把它放下喔 因为我很熟很酸 熟很酸的 你知道我不懂是盘子粽 还是粽子粽 本来总之它就是很重就对了 它是我们心里的负担很沉重 好 所以我们吃潮州粽 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说当我们是很在意体重控制 或者是我们有血糖控制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像这种主蛋咪咪软 然后都完全看不到米粒 意思是它这个米淀粉的糊化程度很高 对对对 它吃进去之后呢 它被身体吸收的速度非常快 也就是会让你血糖上升的更高 没错 所以如果你大概有在了解GI值 就是说吃进一份食物 它血糖上升的速度 升糖指数 没错 如果是这个升糖指数的话 潮州粽是里面最高的唷 好 所以呢 依我那个非常简单的头脑感 先帮大家 来提醒一下 记得哦 如果是比这个热量的话呢 北部中英味先炒过了 所以北部中的热量大于南部中 对不对 那如果是比叫外省重 跟本省重的话 外省重因为呢 它更注重这个精致的口感 所以它把米粒煮得很糊 弄得很糊 然后几乎整个都是溶解绵密的口感 这么绵密的口感 背后其实代表是 它会让你血糖升的越快 所以对糖要病的病而言 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没错 尤其像潮州粽也有分甜跟咸 所以有的潮州粽它里面不包肉 它里面是包红豆沙的 对 你怎么知道 对 你刚才是跟我吃同一家的吧 好 我们不方便透露 不方便透露 就数字的那一家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你是吃这种 豆沙的潮州粽的话 这升糖尺数更是高了 就是比天高了 恨天高的 你知道吗 我发现朋友很厉害 他会一直自己慢慢的铺梗 要把那个紧张程度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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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往下 对对对 然后我们要看到底 谁是最后面那个最危险的粽子 所以现在是甜粽 外省甜粽那种豆沙粽 就是它完全 其实也不知道外面那一层是什么 也是糯米对不对 对它其实也是糯米 然后里面是那个红豆沙 红豆泥 对红豆泥 而且好像去要壳了对不对 对它会去壳 然后要炒这个红豆沙 红豆泥的时候 其实也需要加大量的猪油 或是牛油下去炒 什么 它不是红豆泥磨碎 红豆泥磨碎 红豆泥磨碎以后会干干的 对 然后它就不会聚在一起 它不会黏在一起 它没有办法塑形 它必须加很多油下去 它才能够黏在一起 不然它就会裂粉 干干 就会有那种滑顺的感觉了 它就会干干沙沙的 所以你吃到那个红豆泥 越凝聚在一起 请问一下我们中秋节的那个红豆泥 是不是也是这样 就是月饼当中的 对 为了不要让它散掉 或者沙沙的口感 它会用油稍微的再拌搅一下 没错 对 好恐怖喔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 光是比南部粽跟北部粽 我们刚说多了两三份油脂 大概就是半碗饭的热量在那边了 那如果你吃的是潮州粽 其实它的热量并没有比较高 但是它少了很多料 然后油脂的比例更高了 所以相对于减重 或是说我们希望可以减少油脂 或是你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这些人来讲 哇 这种潮州粽可能更不适合你了 可是这样你讲到这里我疑惑了 所以我到底是应该要看热量还是看油脂含量 因为两个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太一样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豆沙粽 它就是油脂含量很高 但是它热量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高 因为它没有什么配料在里面 那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好 其实啊 吃都不要吃 没有到这么可怜啦 好 其实现在大部分我们会看你 如果有慢性病的话 有很多亚健康族群 或是有一些慢性病的族群 其实是要看它慢性病的种类 所以像我说如果有糖尿病类型的病人 其实相对的我们就会比较在意 精致淀粉的这个成分 所以说我们就会比较在意吃潮州粽 那你的升糖指数会太高 所以你的潮州粽 咸的跟甜的都不适合你吃 没错 就乖乖吃南部众好 因为它外面的米太粘稠了 对 对 那如果是心血管疾病的人呢 我们就会比较在意 就是脂肪的含量 对 所以还是以南部众取胜 这样子 嗯 讲得讲出好像第一名 还是南部众 都是南部众 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其实呢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 我要再说一个真正的第一名 好 第一名其实是减重 减重 诶我知道减重是不是沾什么白砂糖吃的那一种 对 没错 我一直不想那是什么做的 诶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不做粽子 所以我对这个都不太了解 减重是什么做的 它其实也是糯米 可是有的人好像是用再来米也可以做 不过它是有另外加一些就是 化学物让它发酵 让它变成减重 是以前我们常听到那是什么棚砂吗 不用加到棚砂 像现在有点像做那个柜 它有点像 QQ的果冻那一种的米类 然后它特别的Q糖 对 你当你把它沾那个 沾那个白砂糖的时候 吃起来就很好吃 对我小时候也很爱吃 它会热量比较低 当然是第一个它比较小颗 所以因为它很小颗 再来是说其实你沾糖多和少 是可以自己去控制的 比较不会像说我们吃一颗粽子 所有的油啊料啊已经全都包在里面了 那你这个真的是 除非你就是丢掉它 不然的话就是很可惜 或是不吃 但是减重的话 因方面它小颗 再来是它里面不太含油脂 所以热量就下降很多 那再来你要沾什么样的糖 其实也是可以做调整的 有东西有 你根本没有米香医师是说 吃减重比男部重更健康的意思吗 没错 因为热量的 而且也更少油 可是它 OK 好好好 对啊 因为它里面没包什么东西 它里面没包什么东西 那你要沾糖 那糖的意思 你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自己选 要沾什么糖是不是 对啊 比如说像糖尿病的病患的话 甚至可以沾代糖 或是我们也有一些 你就沾少量的 比如说黑糖 或是沾非常少的一些蜂蜜 你稍微拌有一点点味道 其实只要能够做到一些分量控制 吃减重其实相对的对身体的负担 跟我们吃真的很大一克 都是饭的这个粽子比起来 相对是比较好的 可是为什么我 直觉我记得小时候的减重 好像是沾白砂糖 或者是红砂糖 对不对 可是那个的热量更高 那个也是精致糖分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说 与其都是糖味 都是甜味 然后我们其实是可以 换着不同的方式 然后用比较健康的方式搭配减重 其实也别有一番风味 好 而且不然我们就要生 要这么健康的话 当然也可以自己包粽子嘛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这不会是大多人的 对 因为去买来拍比较方便多很多 对 那你很好奇 我想要请教一下彭玉 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粽子的部分啊 我觉得 粽子对我而言的困扰倒不是热量 重点也是我有两大困扰 一呢我吃完之后肚里腰我真的消化不良 而且我忘记这种消化不良的情形啊 包含我喝珍珠奶茶也越来越消化不良了 因为珍珠奶茶那个珍珠其实是淀粉做的对不对 对 而且是糯米 或是素素粉 素素粉算淀粉嘛 也是淀粉啊 也是淀粉啊 然后我一杯珍珠奶茶吃完我应该很开心 但是我肚里压半天不太能消化 没错 然后还有接下来就是会脏气的问题 对 因为遇到这种该怎么办 因为有像我这种消化不良的人 而且我又曾经因为长套底有开过的 OK 好 所以基本上啊其实是粽子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缺乏纤维 嗯 其实就是跟我们喝珍珠奶茶 全部都是那个珍珠的这个情况是很类似的 它里面完全一点点一点点的菜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绿色 欸旁边这个不好意思是玉盒包 等一下要讲的玉盒包 哈哈哈 不要以为那个是青菜 对 没有其实呢我们粽子里面唯一有算在蔬菜类的就是香菇啦 通常香菇它都给你一朵两朵已经很了不起了 是啊 甚至还没有 对 所以其实它里面是几乎不含任何纤维的 嗯 那在不含纤维但是全糯米的一个情况之下 糯米因为质炼淀粉非常的多 所以说这个质炼淀粉意思就是说 淀粉的呃 血构很长 再次再次再次的意思 而且 嗯也不是说它的呃结构非常的呃参差不齐 然后都交错呃没办法分开 意思是说在身体里的时候 胃也很难把它消化变成小分子 啊 意思就是交缠缠缠在一起就对了 交缠缠缠在一起的 嗯 所以说就是我们会在胃里的消化时间变得很长 嗯 会有些不好消化 主要是因为糯米里面的精致淀粉 对 脂炼淀粉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增加肠味道的蠕动 增加一些胃酸 所以通常我们是不建议在就是完全空腹 或是说呃就是没有吃其他东西的情况之下 就吃种子 嗯 我们前面其实可以搭配一些蔬菜 一些有纤维的东西 甚至如果你找不到蔬菜 我也有一些呃病人是直接吃益生菌啊 啊 啊 帮助消化的东西 你直接吃益生菌 对 可以吗 也可以 也可以 稍微帮助肠味道蠕动这样 大概是比较可以减缓一些这个 这个消化型的这些问题 要请教一下呃彭丽的话 那这其实是有一个优先顺势对不对 对 所以你应该是先吃纤维 嗯 在前面做开路线风 没错 然后再吃粽子跟珍珠奶茶的意思吗 对 对 没错 哦 了解了解 这样比较好消化一点点啊 那比较好消化 再来就是我们增加肠味道蠕动的时候 你吃完粽子觉得好饱好饱哦 然后哪个都是粽子的味道 你不舒服 对啊 然后我之前就会跑去睡觉 这样就想说吃饱了 然后全部都是淀粉啊 就是sugar high这样脑袋都变昏昏沉沉的 那去睡觉好了 睡完觉一起来 你就会发现你还是饱的 对 就是点都没有饿的感觉 所以其实呢 我们应该是吃完粽子 或是不消化的东西 是需要出去运动的 需要迫使我们的身体 可以赶快去消化 赶快蠕动 然后把这些糖分的热量拿出来使用 你是说是真的运动吗 还是是说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这样子 刚吃饱饭呢 还是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 或者稍微快快走一点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用到真的去做什么慢跑啊 或者说跑步鸡啊 或者去举重这一类的 了解 好 我跟你讲哦 还是我们讲了这么多 不是叫你高母亲的时候不要吃粽子 而是告诉你呢 要如何聪明的吃 尤其是如果你是已经是三高的患者 不管是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高膽固醇高血脂的患者 你都要选择知道什么样的粽子 对你而言是比较好的 那当然吃一颗过瘾就OK了 不要到吃到这个三餐都吃粽子 那热量蛮高的 我们刚刚在南部种一颗五百的话 你三餐都吃就已经1500啦 那不包含你还有蘸酱 还有再吃其他的一些水果 这是提供给你做的一些参考了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要请到的是吴彭玉营养师 他目前呢任职在核心医 核心医疗 核心医疗 医疗诊所 对同时呢也为了的时候 会在核心肝诊所的时候服务大家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 替大家聊聊有关于一些 营养方面的相关问题 我们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 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吴彭玉营养师 哈啰 大家好 吴彭玉营养师呢 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 而且你看到营幕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说 哦 营养科怎么找了一个大学生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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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是非常专业 而且具有美国跟台湾的营养师双执照的人 听说光是考台湾的营养师执照 就现在已经越来越难考了 嗯 对 听说啦 听说啦 对啊 我们的执照因为就是 还要考手写的笔试题目 然后我们的录取率大概每年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 天啊 对 所以 好低喔 跟一般其他 那不是以前领考的录取率吗 所以跟一般的衣室人员大部分都有二三十 甚至是三四十这个考照的比例比起来 我们算是人数非常的少 然后呢很难考 营养师每年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六 对啊 目前最高的是百分之十三 有一年突然之间 不知道是考题太简单了还是怎么样 啊 天啊 好难啊 嗯 十个人里面都是只有0.6个会上 哦 好好好好 所以我们要珍惜彭与的存在 当时呢她也是在核心医疗担任呢 秘乳顾问 所以呢也是招一些生育的一些妈妈们呢 要教你如何正确的喂养你的小朋友 那当然呢她也是专业的营养师 今天节目当中 当母节教我们要怎么样的吃啊 刚刚我们聊到的是有关于粽子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有关于水果的部分 下天到了 下天到了 在镜头前面出现了这个 我跟妳讲我本来现在拿全熟的玉盒包来 但是呢我同事坚持说呢 你不应该拿那个全熟的啦 全部都咖啡色的 萤幕上看起来不好看 硬要我带这种清清的绿的 但是玉盒包即使是绿的也是甜的 真的喔 真的喔 这我还不晓得 这我完全是从同事的手上抢下这四颗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抢下这四颗吗 因为今年的玉盒包很贵 真的 非常的贵 所以能看到一颗就是一颗 吃一颗好不好 千万不要错过了 欸这类之我真的很爱 小时候呢不是很爱是因为呢 一打开我要先看一下你们有没有虫 虫 对 有有有 而且为什么那个虫都是在那个头的那个地方 对啊 因为这边容易断裂啊 然后容易受 没有潮湿嘛 它们就最容易从这边进去 旁边的皮通常都包得很紧 很紧 没办法从旁边突破 然后我都会这样子打开那个立枝之后 然后我看很久看有没有虫爬出来 因为有时候它 不会马上出现 那如果你一打开看到很肥的一直躲在那 你就会马上 我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很恶心 像我不太喜欢吃立枝龙眼这种 打开会有surprise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像玉盒包都种得很好 我觉得像玉盒包都种得很好 就是其实你如果都带着枝这样子买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都很 已经很少遇到有虫的了 对所以我刚刚说那个是我小时候不好意思 我现在说是我长大之后我发现呢 等会你也要聊的是芒果 我觉得立枝跟芒果的那个品质都越来越好了 对是真的 跟小时候都不一样 欸小时候呢有什么艾文啊 小时候就是土芒果啊 对然后剥皮 对 直接剥绿绿的然后直接吃 对然后吃到满手那个汁都这样一直流 一直流 然后嘴巴这样一直舔一直舔 哈哈哈 欸现在我们是差不多年代的人吗 哈哈哈 你没有吃过土芒果吗 你训掉了 哈哈哈 趕快试试看一颗十块 哈 欸我要先来讲一下 其实我刚刚光我们一直讲好了 我们刚刚光是讲到这个荔枝 或者是光讲到芒果 它都是属于非常甜的水果 对不对 没错是真的 是说现在台湾没有什么水果不甜啊 嗯 对这个水果糖度非常高 然后呢它的分量 其实每一种水果都变成分量不太不太一样 意思是说 其实呢一般普通我们小时候吃的荔枝啊 大概其实可以吃到六颗左右 才算是一份水果 但现在改良品种之后的玉盒包 我们还有看过那种五十元硬币大的玉盒包 有没有 通常这种玉盒包大概四颗就算是一份水果 所以呢玉盒的水果常常或是它的分量就变得越少 所以 其实并不是说都不能吃 只是说这个分量上会越来越精致一点 没有没有没有 就像女朋友没有叫你不能交 但是呢如果她爱慕名牌 或者是她有一些很明显的缺点的话 我会先告诉你 那你自己好好尝尝看 要吃OK 要叫我OK 要带回家OK 妈妈都让你娶 但是呢 娶回家之后你自己要负责 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 我只是举个例子 我一直说 我通通都告诉你 有缺点在哪里 那你自己吃之前要再三的思量 因为我觉得就这样嘛 你 我还不 如果跟彭丽生活在一起 然后什么都不能吃 我应该 会不想跟你 搭好朋友吧 你应该会问 我老公平常在家里 他就会觉得 哇有营养师老婆真好 原因是因为营养师老婆 永远会帮她找到一个漏洞 让她可以吃她想吃的东西 真的假的 比如说呢 我要吃咸酥鸡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 OK 咸酥鸡里面含有精致淀粉 还有油 和一些蛋白质 所以呢 我今天吃咸酥鸡的时候 只要我生出烫青菜来跟它搭配 然后呢 再生出一点五谷杂粮饭 但是分量是平常的一半 那咸酥鸡也可以舒服开心的吃它 这样 所以其实呢 很多事情都是要能够代换 天啊 等一下 谁在吃咸酥鸡配五谷杂粮饭 不是都配正经买茶吗 可乐啊 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有老婆帮你煮饭啊 然后还要有人帮你烫青菜 我就不相信你买了咸酥鸡 他会回家自己唱青菜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真的 我真的是这样做耶 我老公在减肥的时候 就在减重啊 我们结婚以后幸福肥 他胖了八公斤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但是我要吃咸酥鸡啊 所以他就只好跟着我吃咸酥鸡 但是因为他要减重 所以就是他必须要搭配那些东西吃 我本人就光口吃就好了啦 哇 什么叫光口吃 就直接吃咸酥鸡 没配那些东西了这样子 OK 有目标的吃 计划的吃 没有 要看你自己的条件是什么啦 你真的够条件才去做这样的事情啦 其实啊 我觉得说到这个条件的部分也很有趣 等一下 你要记得讲那个浴和包的芒果 好好好 因为我觉得说其实啊 最近我们都在聊体质体质 很多人都说 有些人体质就是呼吸都会胖 对 其实啊这个体质是你身体的肌肉量 所以当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可以提高的时候啊 你吃进来的东西 像我们水果这一些也算是糖分高的食物 这些糖呢 其实都会被你的肌肉用掉 那光是要养这些肌肉啊 它们没在举重 它们躺着 它们都得用掉糖分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燃脂的体质 所以各位同学呢 各位听众 我们想要把这个体质练好 偶尔吃大餐 多吃一些淀粉 多吃一些水果 甜滋滋的水果 多吃一点也没关系 那重点就是你的体脂肪跟肌肉量 肌肉量能不能大大的提升 然后体脂肪下降 这样子的话 吃进来的东西很习惯 你就会拿去养肌肉了 也就是你还是要有运动的习惯 然后要去养成你的肌肉啦 真的都要养出肌肉 才让你有条件可以去消耗掉这些热量 去大吃大喝 就让我想起以前的歌手杨奈文 他曾经在 我记得他在杂志上的专码 他说呢 他每次去完健身房之后呢 就大吃大亨堡这样子 那也是我们年代人会有大亨堡三个字 对对对 然后记者就说 那这样子你刚刚的运动不都白费了吗 我就说 不能吃大亨堡 那我干嘛还要去运动 我就是为了要人都吃大亨堡 所以我运动呢 我对这件事情印象超深刻的 对对 其实杨奈文的理论完全正确 因为新的研究就发现 我们在运动后的15分钟之内 立刻进食 你吃的东西呢 都会跑去刚才用的肌肉 跑去修补这块肉 所以刚刚举中举的很辛苦 你觉得手好痠 好像肌肉纤维有一点受伤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吃的东西全部都会去补肌肉 都不会讲肥肉哦 哦 好好好 这些提供给你做成考 好那现在 对我们的水果 对我们这段要结束了 赶快来一下那个水果跟芒 那个荔枝跟芒果 我刚刚讲到它是属于比较甜的 越甜的分量就要越少 对不对 那还有哪一些吃的重点呢 诶 我我不得不这么说 有时候我很想喝珍珠奶茶 然后我又觉得很有罪恶感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我去喝一杯新鲜果汁好了 因为我就想说 同样都是甜的嘛 至少它是水果的天然甜 当然我知道吃新鲜果汁 还不如直接吃水果 但是呢 跟就是新鲜水果跟果汁 跟珍珠奶茶 人工糖比较起来 我就选中间那个果汁 这样对吗 好 其实这样的做法并不正确 就是有可能 像我觉得你这样子的年轻女孩来讲呢 其实我们反而喝奶茶 如果你喝的是鲜奶茶 然后只要加微糖 反而里面的糖分 还比你喝的果汁来的少 你意思是说 打成果汁其实都会需要 比较大的量 才能打成一杯嘛 对不对 所以你那五行当中 其实吃了太多的果糖在里面 对 果糖 比如说像我们在外面 买那种卡车上面 卖的那种柳丁汁有没有 炸柳丁汁 可能都要五六颗六七颗 才能炸成小的一杯 所以其实相对的 你就吃到五六颗六七颗 柳丁的糖分了 但是你没有吃到这一些 水果里面的纤维 也没有吃到里面其他 比较多的维生素C 因为你看他把好的这个果汁 都放在外面 等着你来买 可能都放了好几个小时了 在他没有什么保鲜的情况之下 其实维他命C 慢慢就流逝掉了 然后你买回去 也不一定立刻就喝完 嗯 所以其实喝这个果汁 真的跟喝糖水的状况 是差不多的 很可惜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嗯 新鲜的水果还是第一名 但是请注意分量 那如果真的是要喝手摇杯的话呢 可以 但是麻烦请无糖或微糖 然后最好是用鲜奶 鲜奶 不然用奶精 对 不然用奶精 那最下 再接下来呢 是集所有水果精华之大成的果汁 新鲜果汁四个字听起来 虽然非常的新鲜健康营养 但它其实是热量很高的 没错 热量又高 而且又精致 升糖指数也高 也非常甜 好 谢谢 我们这边先进一段短大 等会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要问彭玉的问题呢 他有原来知道呢 喝一杯果汁呢 新鲜果汁喔 现打到新鲜果汁 有可能它的热量 会比一杯微糖的鲜奶茶 还要来得到 所以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留意一下 饮食当中的一些陷阱喔 我们接下来呢 我想要请彭玉提醒一下 三高的病人喔 在这种过年过节 大吃大喝的时候呢 其实对身体会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你平常可能是初一淡食 有没有 但是你突然一下子大吃大喝 三蒸海味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能不能附和得了呢 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血糖忽高忽低 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有个名词叫做 血糖震动 震荡震荡 我要讲错一个字了 能不能考不上 血糖震荡 这个好像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是当然我先来问一个 比较普遍会产生的事好不好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名词 叫做sugar high 就是有时候呢 很多上班族都会觉得说 像本尾啊 你就要去吃中餐了 对不对 吃中餐的时候呢 很多人一吃完中餐之后呢 就会开始觉得昏昏欲睡了 然后每次到这时候 我爸想要去睡觉的时候 我都会拦住他说 不要去 不可以去 硬逼他 硬赞美要至少给我赞五分钟 对 不能马上去睡 可是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你 就算不是吃很精致的食物 你的血糖还是会上升 那这种昏昏欲睡的时候 状况该怎么办 有人就说 就跟这不要吃饱 不要吃饱的话 你就不会那么想睡觉 呃 其实基本上呢 我们应该要调整的是用餐的顺序 意思是说呢 我又错了 你看 哈哈哈 我的答案是小吃点 他是说要调整顺序 对要调整顺序 因为他要身体怎么样 可以有效的利用你吃进来的糖分 他不会就是变成就是 全部都变成血糖去了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会建议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都可以先从蔬菜开始 有汤的话就先喝汤 没有汤的话我们先从蔬菜开始 有了蔬菜以后再吃肉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吃淀粉 所以用这样子的顺序去吃呢 一是可以增加饱足感 二呢 其实是可以减少 我们这个sugar high 或是血糖震荡的一个风险 OK 好 笔记记下来了吗 第一是蔬菜 第二是饭 第三是肉 是先吃肉 对 先吃菜肉饭 对不起 菜肉饭 笔记不要写错哦 菜肉饭 菜肉饭 记得是菜肉饭先生 不是菜饭肉先生 是菜肉饭 菜肉饭 对 也就是说你还是要把淀粉的 这种比较容易生糖的东西 是摆在最后的啦 最后 然后慢慢的去处理 慢慢的去解决它 我每次那排骨便当 最晚吃的都是那个排骨 哈哈 就是那个pleasure delay 对对对 最好吃的就是把它摆在最后 这样子 好 所以记得 或许你不想要减少分量 但是你稍微的改变一下顺序的话 你就可以让你的血糖上升的比较慢了 没错 那我们大概还剩一点时间呢 我们针对三高患者 高血压 高血糖 以及高血脂的患者 他在这种年纪的时候 大吃大喝 要特别留意的一些事好不好 像呢 我 不要忘记第一阵 有出现过的粽子哦 粽子 我刚刚一直闻到现在我都觉得 噢 香香香哦 但是我心里在想的是 这应该有蛮多奶的嘛 对 对 也非常高 鹹啊 我的意思是 应该是 鹹酸甜奶 它已经有调味过了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不用加甜奶酱了 嗯 对对对 已经非常有味道了 好 所以几个想要就是 提醒我们三高患者的一些小配方 好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吃一口饭 吃一口肉 就要配两口菜 嗯 所以说就是 你不论吃任何的东西 去吃大餐也好 你都必须要想办法 在那一餐里面 生出一些青菜来 即使你去吃喜宴 你去吃桌菜 你都要当那一个 愿意点青菜的人 好 然后 或是说也可以点半分素啊 比如说像芥兰炒牛肉啊 或者这一些 所以都还是可以吃得到青菜 所以无论如何增加纤维量 绝对是 呃我们用餐的第一个 OK 所以请记得 菜鲜鲜是最好的 菜肉饭 菜肉饭 没错 好 然后第二个 但不要忘记有个营养师 很变态 七星书记还要自己 烫精彩 对对对 没错没错是这样 所以你看我也是丙食酱的原本 好 好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 呃酱料的这个部分 任何的酱料呢 都不建议直接淋上去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甜辣酱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加这些酱料 或是沙拉酱的话呢 都是建议放在旁边 放一个小碗 比如说像我们要控制寒纳量 像我们有时候去吃一些那个 炸的那个 蚵仔酥 对不对 所以都不建议直接把这个胡椒盐 直接撒上去 我会建议放在旁边 让你用沾的 那沾的份量都会比撒上去的份量 来的用的更少一些 了解 所以甜辣酱也是放在旁边用沾的 你可以自己去控制 有一点味道 有加上一点点甜甜酸酸的感觉 其实就够了 会让你的用量减半 比较不会那么的多 所以也可以控制纳 也可以去控制热量 然后另外第三个呢 就是尽量减少你的这个精致淀粉量 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出去吃大餐 有机会吃到全麦杂粮 就尽量吃 如果吃不到怎么办呢 那我们的淀粉也尽量可以选择的是 比如说地瓜山药 比如说你就点山药汤 或是莲藕汤 或是你的淀粉用 比如说南瓜 蒸南瓜 或是它们有那种会南瓜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很高兴你这一餐不太需要再吃 什么其他精致白饭了 白饭就可以放一边 用这一些菜 或是像玉米汤里面的玉米 就可以帮助你摄取足够的淀粉 所以多元的摄取不同种类的淀粉 去取代单一的精致淀粉 其实也是很棒的PEBOL之一 最后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很多的三高患者 其实都会因为吃东西而弄得痛苦不堪 他们都会call in 进来说 我到底因为吃财啊 我的血糖 血压 什么胆固醇 为什么都还是降不下来 所以到底是吃重要 还是运动重要 还是睡眠重要 还是减重重要 哇 这个问题真是大灾问 因为当我们吃的 所以我才能问你啊 就是当我们吃的很好的时候 但是睡眠不好 你常常看不到一个效果 就有点像是 就是我给这个孩子呢 非常多营养 但是这个孩子不睡觉 那他哪有时间长高呢 对不对 小朋友的生长激素 真的都是睡觉的时候分泌的 对不对 在夜间分泌哦 所以说 或是说 我已经过了青春期 然后我还每天一直不停的补胸部 那这真的很抱歉啦 这是补胸部的 所以我们常常要身体健康 是需要多方的因素 同时有点天时地利圆和的感觉 所以我们更需要花很多时间 去经营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块 不会只有单一的在狂睡觉 然后当然都不吃东西 或是狂吃健康的东西 但是完全不运动 那这都不是生活的好方式 你的意思是说 它也是必须要是一个均衡的发展啊 比如说充足的睡眠 然后规律的运动 我没有讲你要去做很激烈的运动 是只要有运动就好 规律的运动 然后再加上你的均衡的饮食 小粗糙就是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每一天都有一个粗糙的东西 你想说我都两个礼拜才喝一次珍珠奶茶 但是你说珍珠奶茶还会吃咸酥鸡 还会再吃炸鸡排 还会再吃蛋糕 还会再吃什么 每天轮一样 就代表你每天都很NG 我上次我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 就是我看到一个医师在脸书上面贴的 我的医师朋友 他就说日本有一个调查 就是他用一个摄影机去摄影一个女生的24小时 想说这个女生号称她光吸空气都会胖 那她已经很努力的控制了 然后看遵从医师的食谱了 但是为什么她都说不下来呢 结果那个摄影机拍到一个惊人的事实 我有点忘记那个全部摄影机的内容 但是它光水煮蛋就可以一个早餐吃10颗 光地瓜就可以一个早上吃10颗 我心想说什么鬼啊 谁能够一次吃10颗蛋和10颗地瓜 10颗蛋跟10颗地瓜 那就算地瓜跟蛋都是非常的好的东西 但是也太多你知道吗 太多了 我都是过于不及的问题了 对 所以呢 即使健康的饮食呢 倒是要留意一个均人的数量 我觉得这种方法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说事出必有因 没错 罗马也不是一天再成功 哈哈哈哈 你好会接 没错 你可以来跟我招躺 你央口 那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就是说相声 就是 就是呢 所以呢 呃 你的胖 你身上的体重之所以降不下来 还有你的血脂 血糖 血压降不下来 它一定都有原因的 你不是要去检视你的睡眠 你的呃 你的饮食 你的运动 你的各方面才能够去找到一个真正解决的方法 否则你一直 医生也开一样的药给你吃 你一直跟医生讲 没有用没有用 那医生也只能够加重药给你 医生又不可能24小时盯着你 跟你一起住 除非你把吴彭律娶回家 那是就会帮你盯着你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等于已婚啊 对 不好意思 半重婚症 不是大学刚毕业了 他是已婚已婚 对对对 是啊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饮食不了解 但是我觉得毕竟我 大学花了四年研究所再花三年 出来职业十年 我做的这件事十五年 我才慢慢开始越来越了解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是那么了解的话 说实话台湾有非常多很好的资源 各大医疗院所其实都有营养能证 营养师真的会是你非常居家良伴的好朋友 真的 他可以在生活各个层面上面帮助我们检视 甚至是教学 如果你真的在家里面想要自己照顾自己 他会不了解这些食物对自己身体的影响 其实呢自己检测血糖 或是自己在家里面测血压 都会是非常好的帮助 甚至是带着这一些数据来诊监 我们在给营养师看 或是给医生看的时候呢 其实也可以给医生非常多的information 或是像你的血糖也会告诉营养师 你生活里面好多故事 那我们提供你的建议 我们提供你的这些治疗方案 绝对对你来讲一定是事半功倍 他讲得很客气 意思就是说 你所有的秘密都躺在你的血糖跟血压里面 没错 看那些资料 就知道你干过些什么事情 这样子讲干什么的 好 节目呢也非常谢谢彭奕 谢谢也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了 好 谢谢大家端午节快乐 拜拜 拜拜